哎 哎呦 哎 怎么了 不是 我 我有点动不了了 我有点麻那边 但 我有一个办法可以知道 真的很痛 哎呀 哎 怎么这么不听劝的啊 哎 那个 不要怪我啰嗦啊 这个冲动是魔鬼 不会 你这么年轻有为 长得又帅 有没有女朋友啊 其实呢 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有女朋友了 嗯 我没灵溪 还单着呢 你身边有没有什么幼稚男 你得介绍一个呗 好啊 你们两个不会在这儿虐狗吧 什么虐狗 他们两个天天虐外在一块 加个伴还得陪着 小医生 我跟你讲啊 作为朋友我得提醒你 男人 不能太女人 一起走吧 不深路啊 童鑫 你不能因为我喜欢过别人 就否定我现在的喜欢 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 我现在喜欢的是你 那下一刻呢 承耀我没时间 也没精力陪你谈一场 没有将来的感情 请你放过我 我最近吧 喜欢上一个女的 可是她年纪比我大 结果婚 你不觉得我们不合适吗 你觉得 成为要胜算大吗 不知道啊 童鑫明显要回避她 我们认识这么久 你觉得我是那种 会凭借关系 也醒而为的人吗 我当然不是说你是 恃宠而骄的人 你也很努力 但有些东西是刻在骨子里的 是潜意识表达出来的东西 好 我明白了 天哥 我们还是做同事吧 我真的很喜欢她 我也很努力想跟她在一起 但是我不知道 为什么会搞成这样 魏天 我已经提了分手了 除了工作之外的事情 你不要来找我了 她要是不理你 你就死皮赖了 分手也可以看话剧啊 听说你喜欢看话剧 这是我的一个导演朋友 新排的 又是暗恋 先生 不好意思 你是不是做错位置了 A排六没错 你看 你怎么来了 你在追求她 不明显吧 但我现在还喜欢她 我依然有权利追求她 挽回她 那就 走着瞧 这封律师函什么意思 陈主编 你自己不清楚吗 我做错了什么 十几年的感情 如果不是看在 十几年同窗的份上 你收到的就不仅是律师函了 为什么 为了灵溪 你就这么绝情 为了灵溪 我还可以更绝情 我只是正常发文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未经取证 随意地胡编乱造 旗下的几十家营销号 在同一时间段 跟帖法难 联合灵溪的对家 伪造说辞 这些都是你的手笔吧 对 还有 有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